如果有看一座城市的繁华程度,夜生活的精彩分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而最近有着不夜城之称的成都,又增添了一些新鲜的火力气息,那是从美国吹来的一股复古摇摆风。 这是成都一环露水碾河U37创意仓库的一家咖啡馆,每个周三晚上,这里就会从咖啡馆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舞馆。 来这里的人不为喝咖啡,而为跳一场热力十足的复古摇摆舞。 无拘无束,欢快洒脱,这就是风靡全球近一百年的摇摆舞,Swing Dance。 摇摆舞又叫两步摇滚。 兴起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二战时期传入欧洲,九十年代末开始受到亚洲人的青睐。 时至今日,仍然有无数的年轻人为之着迷。 这个舞蹈很欢快啊,很开心啊。 就好像,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然后你要去表达的时候,就是足之导之,自然而然的,你就是想去动,想去跳这样。 在场的舞者都来自成都的一家摇摆舞社团,Swing Chengdu。 中文名是摇摆成都。 从2014年创立以来,摇摆成都已经有了500名成员,来自成都的各行各业。 今年27岁的李浩,在成都一家关注青年文化的公益组织工作。 他学摇摆舞已经两年了,目前是摇摆成都的负责人之一。 那个时候我就在摆桌上搜搜搜视频,然后我就哇,这个感觉是我想学的。 男生穿得很帅,整个跳舞的感觉是很欢快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学的舞。 现在,社团每周都会固定地举办两次舞会。 在成都水摇摆舞的小伙伴其实还蛮幸运的,这里有蛮多就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小伙伴,一些老师,特别是美国的,像我们的新桥就是其中的一个老师。 这位身材高挑的老外,中文名字叫唐星桥,今年28岁的他来自摇摆舞的发源地,美国。 星桥毕业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应用数学专业,2016年年初考上了四川大学翻译专业工读研究生。 在成都,他意外地发现这里也有摇摆舞社团,这让星桥找到了家的感觉。 来这里跳的人,我觉得一边很开心,一边很单纯,跳舞是一个交朋友的非常好的方法,我觉得。 加入摇摆成都之后,星桥义务当起了大家的舞蹈老师。 而在摇摆成都,和星桥一样,来自美国的舞蹈老师还有好几位。 正在教大家学习新舞步,BIG APPLE的两位老师是美国人春晓和BIM。 BIG APPLE是摇摆舞中,难度较高的舞步。 他们之所以学习这种舞步,还得从今年十月在成都举办的温布里亚爵士音乐周说起。 最近,我们有一个 professional Italian swing dancers来到Cengdu一周。 他们在演唱中,叫做The Big Apple。 它是最难的一种舞蹈的一种舞蹈。 所以我们学习说,我们想学习。 然后我说。 今年35岁的Ben是一家国际学校的老师 他来成都已经一年半了 这城市是建立的 是一种画家的 它是一种 modern城市 但它没有破坏的文化 这城市一直在不停意乱动我 这些是最重要的 我拿到一家的帽子 这一家是在Vietnam 我为什么要穿这些帽子 是因为舞台的时候 帽子 衬衣 马甲背心 这些都是经典摇摆五年代里 舞者必备的行头 而这一条条色彩鲜艳的领带 可是Ben最珍爱的宝贝 我会给大家台帽子 这一条是台帽子 我的学生给台帽子 这一条是台帽子 台帽子 这是台帽子 台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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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娶了一位温柔贤惠的泰国老婆 两个人的相识也是因为舞蹈 八年前Ben在泰国一所舞蹈学校教课 认识了拉丁舞老师Do 对舞蹈共同的热爱 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我们不过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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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社交舞台 在那里 如果我们不过去 我们不过20分钟 就能保持我们的关系 是很好的练习 这是Ben夫妇最爱在家做的一道菜 是他们来成都之后发明的 这是一种结合了中西方饮食特色的饺子 将成都的饺子煮熟之后摆盘 撒上泰式配料和芝士 放入烤箱中备烤 待芝士完全融化之后 放上香菜 加上成都人吃饺子时喜欢的蒜泥蘸料 最后用生菜将饺子包裹起来 送入嘴中 Ben和道还给这道菜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融合与世外桃源 意味着他们目前的心境和生活状态 这一天是美国的传统节日 感恩节 在新桥和李浩的组织下 摇摆成都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 准备举办一场感恩节摇摆舞会 在美国 感恩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 这是新桥第一次在成都过感恩节 有摇摆舞和一群成都朋友的陪伴 让离家万里的他和其他的美国朋友都感觉格外亲切 这支乐队名叫妈拉摇摆爵士乐队 三位乐手都是美国人 刚来到成都这座美食之都时 麻辣鲜香的食物是他们对这里最深刻的第一印象 于是他们的乐队便选择了以麻辣为名 取名麻辣的意思 他们演的这个音乐叫做摇摆爵士 那我们现在跳的这个舞的爵士也是摇摆舞 它的风格里面会有很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摇摆的元素 轻松的节奏 自由的肢体 虽然是起源于美国的舞蹈 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因为共通的舞蹈语言成为朋友 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元的文化和活力 而善于接纳 学习和分享的成都年轻人 将是成都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一道最鲜活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